新疆倡吉州马纳斯县1.7万亩加工番茄进入移栽阶段 加工番茄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移栽 大大降低了种植成本 提高功效5-6倍 增产幅度可达20%以上 实现了结本增效 农民增收 4月27日 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千亩番茄地理 7台番茄移栽机正在有条不紊地移栽着番茄幼苗 处处呈现忙碌的景象 番茄移栽机可一次性完成打穴 栽苗 浮苗 富土鸭石等作业 日均作业面积最高可达40余亩 今天我种植了450亩的加工番茄 这是全机械化进行移栽的 对比以前播种的效率大不一样了 现在的就是北斗导航铺膜 然后机械化进行摘移 摘移速度也很快的 成果率也高 每亩的单产就在8吨到10吨左右 这样收益就提升了 2021年 王家庄村加工番茄种植户 华至江与企业签订了450亩的 优质加工番茄种植合同 实现了订单农业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家族推进番茄生产全程现代化 机械化进程 今年马纳斯县引导中粮囤核 马纳斯番茄制品分公司投资30余万元 更新了部分老式的加工番茄移栽机 形成了企业投资 农民受益 农企双赢的产业结构 今年我们公司和马纳斯县四个乡镇 170多个农户签订番茄种植合同 17000多亩 为了抢抓农师 我们调配60多台移栽机 有十几个技术员 在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服务 根据番茄的早中晚期 及时移栽 我们预计在5月15号全部移栽完毕 马纳斯县南靠天山山脉 北庸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塔西河和马纳斯河 两条河流在这里流过 充足的阳光 是以番茄生长的沙土 非常适合种植高品质加工番茄 番茄的红色素 有机质等成分均达到最高值 是国际市场公认的优质番茄产品